來到移居移居越南路飛航的時間 身邊當然有我們的領航人路飛 Luffy 你好 主席 你好 各位好 都介紹了這個環節這麼久 其實大家都開始熟悉 尤其是你都很快手把李嘉誠先生投資越南 這些消息都是公開資訊 不過你夠快手和我們先分享 然後正式公佈之後 我看到一些文章採訪 講很多李生投資越南的故事之後 突然氣氛有點像連銷襯墟 沒錯 我看到每個人都說這件事 投資越南 投資者多了興趣 而且我看到你的行業友好 很多都開始參與這個市場 你在這個市場搭足了九年 有什麼感受 開心 因為我們辭了銀行 去越南發展 中間也有很多人說 越南行不行 很多事 我慢慢建立自己的事業 直到現在李嘉誠先生都進去 當然開心 因為證明你的眼光是準的 而且很早就見到商機 Luffy 如果是這樣 我想你帶著團隊發展公司的事業 也看著越南 尤其是你們專注在河流的發展 經濟起飛的力度 我們這麼多集都講到 不過最近都有一些事件 就是開始有些客人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飛過去 上兩星期都說 等到很久 可以在疫情過後開始出行 雖然還有隔離的日子 不過大家很嚮往 可以飛過去收樓簽約這個過程 其實很多客人已經 因為買樓簽約 是一個覺得要去履行的商業活動 但是下一站就去玩 很多人去越南做了我們這些正經的事 下一站去英國 去澳洲 去泰國去玩 所以在中間就先拿了越南做一些正經的事 但是我最開心見到那些客人 其實他們當初買樓 聽完相關信息 但未真實去感受到服務 去到之後 他很感謝我們越南團隊 其實我經常都跟他說 越南團隊是由我做雞蛋仔 九年前已經認識的 建立了這麼多年的感情 所以很多客人都說 為什麼你疫情好像很久沒有過去 團隊還在 其實因為不是在短時間建立的 而且客人去到當地 看到為什麼我們的同事這麼好 文化為什麼這麼相近 因為是我的公司 是我自己建立的團隊 所以文化的文化 體貼程度 是很香港人的 而且很貼心的 上次我想我上一集的節目都說過 那個同事發展商病了 我都即時同事帶他去吃些好東西 好東西 走一些好東西 等另一個同事 讓我們帶他去發展商簽約的時候 他又放心些 這些都是我們過往這麼多年的經歷 那就是你自己本身是一個私人銀行家 從事這個工作之前 其實你想想做私人銀行的服務 對於客戶的體貼度 關注度 以至於幫他做資料搜集 分析研究 都是很詳細 我想你這個文化 都帶給你的團隊 很重要的 因為朱瑟哥 因為我經常覺得 Pirfect Bank和Vetail Bank 我都做過 其實有很大分別 Vetail Bank簡單來說 就是大眾mass market 來我們的招待 亦都很忙 很難說 像Pirfect Bank 可能只有50 100個客戶 所以你最重要 其實老實 最重要是幫他賺到錢 這個是首要 如果你賺到錢 你怎樣看貼 他們都會覺得 我要找其他好一點的地方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 說我們為什麼 我們互接名不選 要選何內 首先這麼多年內 第二 現在選了一種何內 但是那些盤都很多 我們都要找到 幫到一些投資者 賺到錢的盤 這個是首要的優惠 第二 就是朱sir說 就是Service 很多客戶買東西 只想著 我有錢就買樓 但是沒有想過 過三年後 這間公司還在嗎 會不會還在越南何內 或者本身的根基 是否本身在越南發展 其實這個我想都很重要 你的團隊 那個忠誠度都很高 和你聊天 九年基本上 那個核心結構 都是那班同事幫你 很重要 有時候 譬如我們用另一個行頭 就是保險 就是從業員 到處走 我們經常都會說 一些孤兒單出來 很慘 沒有人照顧 但譬如你這個案子 就是你的團隊在 最重要的是 在整個過程 由諮詢 講解 交易 買賣簽約 你都是一步一步跟貼的 是啊 我自己都做過公司 一出道的時候 對的 朱sir如果說公司 很慘 所以我首先說 就是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我們本身已經是基地 是長住越南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 是想選擇越南 其實可以放心 交給我們 而且這個團隊 都這麼多年 其實我都經常都想講 那個政策 稅制 很多東西經常更新 不要說越南 其實英國 加拿大 香港 每個國家更新都很快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想專注越南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那間公司 是不是長久在那裡發展 因為可能轉了 或者這一刻 他想買越南 過了幾年後 他已經沒有賣的話 他可能已經 外出了政策 第二 你再回頭找回他的時候 他可能是找回我們幫忙 這裏我也想請教你 譬如 團隊的專業性 你都說了 但是真的 譬如落實 譬如我當有個樓盤 或者有個項目 那些投資者 或者客人 會有興趣 我想分別 譬如說 不要比較哪間 但是外間坊間 可能就是 我們就走來 提供我之後 我講解給你聽 要簽約 買完 就完成了 但是你們的團隊 應該會做再多些功夫 是不是 因為我們 首先我們這麼多年來 在香港領事館 越南領事館 做教育 其實我們選樓盤 首先要知道 那些建築者 是甚麼層 即是T1 2 3 我盡量選T1 因為T1 簡單來說 在國家來說 已經是最大的發展商 他們出風險少些 因為第一 第二 就是我們的團隊 會親自去做這些 究竟他們的項目 究竟拿了那些 license 還未 詳細 可能絕大再講 他有很多種 license 賣不可以 起不起得 其實現在開始買得沒有 很多東西我們要知道 他行不可以 第三 就是究竟他那個買賣程度 其實這裏重要的是甚麼意思呢 連當地人 或者當地的agency 或者投資者 會不會對這個盤有興趣 因為我其實不知一部提及過 其實越南人最想買地 一定是買地 正常的 你當然買地 再想家庭 首先是這樣想 如果在那個project 周邊很多地 那些越南人寧願買地 不買那個project 而有些香港的agency 不會拿出來賣 那就麻煩了 因為當地人都不要 這件事不是好貨 是的 這是首要的 第二 我們超越了是甚麼呢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賣樓 就是當地人都沒有看好那個market 而我又看得到 而感覺到你未來的越南人都會喜歡的話 那些盤 就是我這麼多年來給了我們 這個真的是考眼光的 沒有辦法肯定是這樣 不只是考小仇程序的 一定的 你那個point很適合 選了個project項目 就是歪一點 沒有那麼吸引 或者周遭配套差一點 都已經是差很遠的 或者你以為很棒 那越南人就不要 我剛才再說 這個是基本 我的作用就是 朱sir 我們的分享就是 我們超越這個level 就是我們告訴你 連當地人都沒有看到的東西 我們帶出來 那不是只有一個港幣 我們公司都五周年 其實很多客人很感謝我們 這五年前的盤 現在終於發揮出來了 而且當地人當初是覺得 這個地方不是那麼好 現在發揮到淋漓盡致 升了double 或者三倍的樓價 我很開心 有這個成功感 觀眾聽眾 長線投資 總會有一些在 但是最重要的是 選對項目 如果你擺長線 一些不好的項目 擺十年都沒有用 但是如果像路非這樣說 你用心機 就等一會 做一個價值投入者 翻倍 就是路非 不如這樣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跟大家聊 這會繼續說 andar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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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回來之後繼續是宜居宜居 越南露飛行,身邊有露飛,Luffy 繼續聊聊,上一節Luffy介紹了你的團隊 的確要跟得好,跟得足,團隊的質素很重要 我想你的眼光是真的 很多朋友都說越南是一個好好的地方 但投資的時候似乎沒有一個很堅實的信念 而你正正是一個很堅實的信念 就是越南專注在河內發展 就算曾幾何時說胡志明有很多廣告 我看到你都好像沒有動搖 我知道好像那些行家有漏下你發展胡志明 是的,朱長說得好 其實我們剛開張五週年之前 已經有很多朋友,伊凡越南人都說 那你做越南人,我支持你 那你做胡志明,不要做河內 因為河內發展應該沒那麼快,慢一點 胡志明接下來的高速什麼什麼 但我都經常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指香港,中山珠海,日本,柬埔寨,澳洲,英國,加拿大 其實我很喜歡去看樓的東西,很有興趣 你本身有興趣 我經常說我去旅行四十三夜 可能會被另一半罵 因為我抽一天就只去看樓 我喜歡看樓,看樓價是這樣 但我自己看完整個越南之後 我覺得胡志明上當年已經高了 可能有些人誤會了,他不會升 不是,他會升 不過他那個基數已經是升了一大陣 如果我要升 我經常去越南的地方,肯定你想升兩三倍 你不是要升兩成吧 香港投資者心態當然是倍升 升一兩成,不如留在香港 所以我經常在想,有沒有兩三倍 那何來是有機會 現在不是說現在 我說五年前的,現在認證是可以了 即是,譬如上一節講到 李嘉誠先生投資在越南,這些是前瞻的東西 但譬如說回路非,即是你踏足越南市場九年 開立自己的Vhome五年 即是這些時間很簡單 你去搜尋氣道,打越南,打Luffy,L-U-F-F-Y 然後就立刻展示你過去做過的項目 你的見解,訪問 對,搜尋結果都是何來何來何來 沒錯,我們不會何來突然去別處 胡志明,突然去別處,突然去另一個國家 從一而中,不過我之前有所分享 曾經我被一些做業內的行家 說我不是很懂做生意 為什麼呢,你應該是有什麼盤熱鬧的 就買一下,譬如我講真的 最近Hit就是英澳街市場 你當然是做那些市場 站起來去做 應該是做生意來講,可能這樣會容易做些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這樣做呢 沒有,因為可能我從金牙仔開始 我都是捨棄了Piper Bank去做的 就是我做自己興趣的事情 還有熱衷的事情 還有我覺得我自己很簡單 我都是一個投資者 我投資是想賺錢去升值 收到租金 而不是趁熱鬧 大家都知道賺錢的人 通常是佔一兩成而已 就是輸車的人多些 所以我不會說因為跟著風衝了 你有沒有想過,譬如你剛才說 港海差開外問回你 英澳家樓和海外樓 剛剛正正這兩年 很熱鬧 錢當然是個個都說 先賺了 生意做了 你又不做 沒有,我總之覺得這個市場好 反而我堅持了之後 我看到的效果是什麼 去英澳家園繼續去 但是他可能買自住樓 因為稅沒問題,稅貴的地方 他就會去這些地方 英國英澳家買完去的東西 另外投資就投資越南 我看到很多這些客人 我開心的 不用說是哪個國家買東西一定好 其實越南也只需一百萬一間 你一個家 你拿一兩球三球 你今天去 但是你放下幾百萬買車位的錢 去一個有機會高增值的地方 還要收到租金這麼高 稅油低 Lufi,剛才你專注越南 有沒有付出學費或代價 講好那邊就夠專注 但是你過程當中 面對周期 起起伏伏 其實如果你的底子沒那麼厚 你在何來你都要捱 其實我幸運 因為從香港 我的年代已經錯過了 一個人可以買幾間的年代 所以我在香港又賣樓 國內的中山珠海 又升了兩三倍一陣 之後又去了柬埔寨買樓 又升了一倍 日本又蓋過商業的項目 我覺得我自己買樓的記憶很好的 而越南就沒有 朱瑞利買錯了地方去輸錢 幸運地沒有 買地又升了很多 買的樓現在見證也升了很多 那我可能直接說 就是我在買樓的眼光 做得準 證明了是可以 那你怎樣展示給客人看 客人有很多的心態 有些散戶 圍爐取亂 哪裏輕 去投資哪裏 最重要是 三兩球 在短時間內 帶來一個比較豐厚的回報 其實很多投資者 有部份 我不可以負實 好像你這麽恩實求資 肉強的 但有些就要求回報 你怎樣去疏導不同類型客戶的需要 其實我們 不如好像朱瑞利說的 其實看回我們的項目 因為我想不同公司 你真的拍過去問他 其實過往買了些什麼項目 你證明給我看 但終於是真的 那我就容易找到一些 因為我過往 各大傳媒都訪問過我 譬如我們有些項目叫美定佩奧 Dawado 譬如我住在越南的Villa區 其實這三個項目很厲害 由我當初 越南人當地都 不如我講Villa 連我的越南同事都說 這麽遠的地方 老闆你不如住近一點 我說不是 這個地方未來一定是升得很厲害 那時候兩千元 現在是一萬元 只是幾年 分享一下你的觀點 除了說幾句都說了你的目光 那觀點就是 首先越南的首富 Vin Group是他建的 而他又住在那裏 還有我知道 整個越南十大首富 都是住在河內區 而這個Villa區 將會是整個越南最出名 和最多人住的地方 那些富豪 達工個人都住了 那這個地方一定會 像香港的深水灣淺水灣那樣建 這是我的直覺 還有我最主要的是 很多人 當地人 連當年都覺得這個地方不好 那才有一些 我經常說 大部分的投資都是輸錢的 那我利用這個眼光 和自己的直覺 要去自己走一轉 那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好 那現在短短這三年多 已經由兩千多元去到一萬元 而我剛剛講的西湖 叫做多瓦道 那TVV都有去訪問過 那我想當年說兩千元 兩千元 那不是一百萬 我沒有記錯 那個訪問應該是三年半左右 也不是很久 也不是很久 但是現在旁邊下天 已經在建設計劃 會出一萬元一尺 那三年多的時候 那還要是有 我經常提到大家 最重要是訪問過傳媒 真的 我用我的樣子告訴大家 是這樣的 而不是說 這一刻我好像在那裡吹水 我上多年我都看中了 沒有的 每個計劃都有 即不是馬歐巴 是的 還有一個叫美對POW 是不同區域 有一個比較遠一點 有些人又說 這個地方那麼遠 你不要搞這個計劃 我說不行 我看完之後一定要做這個計劃 是 很多買開樓的香港朋友 都賺了我眼光 因為去了當地 他都聞到我聞到那種味 現在千多 那時候買一千多 千一元一尺 現在對面的盤子 已經買了兩千八 三千元一尺 那你就這樣看 帳面上 你已經升了兩三倍 那你就很開心 是 那這些就是我們證明到 我的眼光的記錄 分別在於 例如剛才盧飛說 大家在炒到血統控的時候 你聞到浸脫 就不是最厲害 而是你在這麼多年前 已經是兩大分析觀點 我覺得是 你見到富豪 有錢人聚集 這個地方不會輸 二來就是 那個地方 人家放棄的 你是取 原因就是有個潛質在那裡 這些就是分別 為什麼你可以贏到幾年的時間 沒錯 而且這樣 就有少許時間 我知道盧飛除了自己業務 夠專注之外 你也挺熱心公益的 我知道你最近在恆生大學 都撤佔這個獎學金 因為我答應到大家 亦都答應到自己 就是什麼呢 我做月負基金出來 管理費 我會撥一筆去撤錢 但是 莊聰我只專注於越南 因為我們是投資越南 做賺錢 所以在越南的醫院 一些小孩子 我們都做了一些功夫 香港 我們香港人 都回饋回香港 但是我想有什麼可以直接 最快 都最準確去幫到別人 就是大學 所以我們最近 在恆生大學 適合了一些SEN的獎學金 只是幫SEN的同學 優異的學生 我們去給獎學金 給他們 這樣做 很好啊 多謝你 拿出去疑心工 還有一點時間 都介紹一下 接下來繼續要追蹤著你的 在哪裡啊 聽說錯 我們現在玩到香港 新界九龍區 因為疫情 想給大家 最接近你的酒店 接下來7月10日 就在荃灣御心酒店 7月16日 就在將軍澳的 皇冠假日酒店 兩點鐘 除了分享樓盤之外 會說我為什麼在那裏創業 為什麼選擇越南 或者李嘉誠先生 在那裏起樓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我都會有些分析給大家 好啊 抹著時間記得參與 今天多謝路非 下次再談 謝謝